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从哪方面来说华为都是排在防守的 此外华为的麒麟芯片鸿蒙系统的推出 更是让我们看到华为不是在打没准备的仗 华为早已准备充分 然而对美国而言华为这个做法的影响是巨大的 没有了华为5G 美国通讯运营商只能用诺基亚和爱立信的技术代替 但实际上目前这两家公司也正在使用华为的部分核心专利技术 如果华为不再共享 那美国企业只有在爱立信和诺基亚的自主研发5G技术后 才能完全不受华为影响 因此看到这个消息 美方的众多巨头有点坐不住了 对此小伙伴你们怎么看呢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以上一分钟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